好我们来看到呢 这个民众党 昨天公布了最新一份 2024总统大选的一个内参的民调 那来看到赖清德支持度 30.3% 柯文哲27.5% 后遗是18.8% 另外是还有一些没有决定 或是不投票的 看到呢 他们的内参民调显示 柯文哲跟赖清德 这个差距啊 非常的接近 那看到柯文哲 讲到关于蓝白河的部分呢 他先是说啊 放心啦 一定会合 不过呢 这个中间有透露说 因为蓝营呢 他说不做民调又要当正德 那他觉得这哪门子的合作呢 他甚至在内部会议还标说 去死吧 那现在他定调 他认为说应该要比民调嘛 输的退选 甚至也说自己是急重症的医生 所以很习惯在最后30秒 才会来做出决定 这感觉是不是还是要一拖再拖呢 到底什么时候是谈何的一个时机 好前例委郭正亮 他说民众党抛出了这个比民调输者退选 这个方案不可行 因为民众党嘛不会去接受柯文哲退选 非绿的票要至少投出九成 不然在野组合是难以当选的 和也是白费力气 反观绿的基本上都可以开出来 尤其民进党执政下更有资源来动员 那他说假如11月20号登记的时候 柯文哲没有在名单上 连副手都不是国民党怎么选 好那吴子佳说 柯文哲提出一个很奇怪的条件 输的人退选那就是蓝白斗了 不断的在吵架斗争过程当中在搅局 好看到沈富雄说呢 跟谁都能够合降的说法 柯文哲下架民进党的心 感觉没有那么强 好另外看到呢 这个最后一定会蓝白合 而且一定是侯柯佩 好他说柯文哲没有这么笨啊 你心里再怎么担心 都还是要架大户人家的 现在呢是让民众党不再往下坠 洞蒜声音喊不听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南台湾败票 第一站屏东走访眷村 再到尿里参拜 侯友宜 侯友宜 共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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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友宜展现亲和力 还直接抓起粉丝手机自拍合照 看到阿玛西斗号的碰碰头 超俏皮 手直接摸过去 壳皮抛出民调电口机 来摆怎么合 恐怕得好好谈一谈 柯主席顾文是多年的双北合作的朋友 很多问题 大家可以好好的面对普通 最重要的是我们有相同的政治理念 共同的理念就是下架民进党 蓝白河恐怕才是唯一解决要方 但最近爆出浅舰泄密案 对营狂追打 侯友宜质疑砸大钱的国建国造 成为选举工具 话锋一转向到NCC 侯友宜说重话 上任后一定砍掉重链 完全不忠意 而且 作为政治重做的一个东西 打击一击 这样的烟烯烯 不打掉重链吗 最重要是因为不独立 不忠立 侯友宜态度硬起来 在绿道出支的高雄选区 只求对决 界南部组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